大家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大家有沒有覺得好熱 今天整個吹著很強的一個南風 這個南風這樣吹起來當然啦對有些地方就會有一些下沉氣流的感覺 還不稱上是焚風啦 但是呢有一點這個味道在這個裡面 所以各地來說的話很不舒服很炎熱 像是夏天喔 請大家呢這麼這樣的一個溫度呢再忍耐一下 才五月你那麼早去開冷氣的話 你今年夏天你的電費一定會很高 請大家習慣一下吹吹電風扇其實就可以了 目前來說的話有一道封面就在這邊 現在看起來呢水氣不是很夠 最主要結構在這個這樣一直下來 不過呢有一個不穩定帶在這個地方 這個不穩定帶呢今天就會逐漸逐漸的接近到台灣 明天呢事實上這個這個不穩定帶就會在這個附近 那不穩定帶呢他其實是代表的 他的結構是不穩定的 雖然說你現在看起來水氣沒有很多 但是呢他會發展起來一些 不穩定的中小尺度的對流系統 所以未來這一兩天禮拜一禮拜二請大家留意 很有可能在台灣這個附近 那這樣的情況呢我們台灣可能全台都有雨的機會 都很大 也不能說哪裡不下雨哪裏說由於這個有很大的一個變數空間 所以未來這兩天 會比較不穩定請大家特別注意這個是很確定的事實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當然大家會有一點擔心的就是說 你看有兩個低壓在這個地方 有兩個低壓 這個就是已經是熱帶性低氣壓了 這個離菲律賓比較近的這個 有機會呢在未來 24小時 或48小時以內 發展成為今年第6號的颱風 這個可能是第6號颱風 目前來說的話他會怎麼走 還太早了 當然他以現在的路徑來看的話 他往菲律賓方向接近的 機率是比較大 會不會順著這個 因為這邊有一個太平洋負熱帶高壓在這個地方 會不會順著高壓會提早往北轉 還很難說 所以大家不必那麼早的預測說禮拜天的天氣會受到這個影響 還早還早 大家還早就靜觀其變 但是呢一個比較麻煩是說 5月份有颱風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5月份呢通常如果有颱風而且比較接近我們東亞的話 根據我們老一輩氣象的專家都在告訴我們的都說 哇這個就會把這個梅雨季呢 整個預估情況都打亂了 這是我們氣象上 我們預報人員以這個經驗談 會不會這樣就有待後續的觀察 這個是我們過去看到的一個經驗 有一個颱風要發展起來 今天來說的話有一點午後的熱對流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的多 都是以三區為主 北部跟中部都有 那明天的話 其實這個封面就在台灣附近 也不是說整天會有雨 是比較不穩定的情況 要留意這個熱對流可能會發展起來 所以明天來說的話 可能就有一些短暫局部的一個雨勢 到禮拜一禮拜二的這個時間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接下來禮拜三禮拜四會稍微緩和 禮拜四禮拜五 又這個封面又會開始南下 稍微接近一點點 所以這個禮拜呢 預期會有兩波的封面接近 請大家留意了 那另外呢 剛剛在講的這個颱風會不會發展起來 會不會接近到台灣附近 這個變數就太大了 我們只能夠說每天每天再更新外來的天氣 現在來說的話禮拜天 這個會不會接近到台灣還太早 不過呢 基本上未來這兩天 台灣各地的天氣 特別是中部以北 越往北部是越不穩定的啦 所以各位來看都是容易有雨的一個天氣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會慢慢緩和 禮拜三會好一點點 禮拜四呢另外有一波封面或是吹南風會進來 這個時候呢 這段季節會有一些 中小尺度的系統可能在台灣外海附近深層 移進來 所以這個不確定性很大 所以大家呢這段期間呢可能 建議你如果要外出的話有些活動的話就要可以 上網所以是看一下 有沒有對流雲系移過來 看一看雷達回坡圖或是微墟圓圖等等的資料 那風的部分來說的話這段期間開始有很強的南風危機準了 當然有一些北風 不過呢 到底有沒有形成梅雨封面的態勢 目前來看的話還看不太到 導致這個颱風 這個颱風後續的動向 還有帶很大變化的空間在 那溫度的部分來說的話 這兩天實在有夠熱 這個是吹南風的影響 不過其實不是只有台灣熱 整個 中國跟我們同圍住的地方 內陸的地方其實更熱 很熱很熱 未來呢其實各位來看我們台灣會受到這個 雲亮明顯增多的影響 封面南下 禮拜一禮拜二就不會那麼熱了 雲亮會比較多 遮掉了陽光 而且會下一點雨 稍微縮伏一點點 但是這樣溫度呢會讓你還有一點 黏膩的感覺 還不到冷的地步會有點 稍微涼一點點的感覺 舒服一點點 那禮拜三禮拜四呢又回到30度以上的一個溫度了 然後未來呢還是差不多相對 就30度上下的高溫的一個情況 低溫的部分的話大概下不去了 所以這段期間呢 大家大概可以 穿這個 短袖了 不過有時候呢還是要穿著長袖出門 看你的外在的環境 那另外一個是南部呢都已經到25到29度了 相對的是 很像是夏天行的一個天氣已經開始出現 不過禮拜一禮拜二 還是陰偶有雨的天氣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風面逐漸開始接近 入夜呢 真的轉為比較不穩定的情況了 禮拜一禮拜二各地容易有一些雨勢 那週四週五另外一波風面 會再度接近 所以其實這個禮拜兩波風面的影響 那另外呢要留意未來呢 一兩天內 這個菲律賓東方的熱帶低性低氣呀 很有可能成為今年 第六號的颱風 請大家要多留意了 等下